HELLO 大家好 今天歡迎來到環邦GOOP 今天就想跟大家講一下神老地區的活動 的田地調查 關於神老地區的活動時間 野外出現什麼 五公里蛋會呼籲什麼 你們就要看上星期的影片 片尾也有個連結 第一按下去就知道一些資料 所以除了田地調查 團體字列表 其他神老地區的活動 都要看片尾的連結 那些影片 先講講第一個田地調查 打敗一個火箭兵團 火箭隊的手下 就會有五百星塵 第二項應該是大家最喜歡的 打敗兩個火箭隊手下 就會遇到永圈猶 也是初次出色為版的 一隻新的小型 如果大家去看看片尾連結的影片 會分析和大家講一下永圈猶 和它進化的浮潛猶 究竟它才是版不漂亮 第三項 小章型四次 就可以獲得第四代 魚三家 小火箭喉 波箭曼 草苗 威 如果看小章型射牌 錯過了 還未有七彌版 就想要一隻 那你就可以去完成一下 這個強化小章型四次 有一個火箭 那我們再兩場 團體戰獲勝 你就會獲得 頭蓋龍 或者盾隔龍 如果這件事有點難的話 我片尾也有個連結 就是給這些特殊調查 或者田野調查的任務 就可以輕鬆 用一張券就可以完成這個火箭 所以詳細 片尾會 其中一條影片 除了講神露地區活動之外 我會有條影片專教大家的 現在講這個團體戰獲勝 純粹給大家看 這個神露地區活動有什麼 關鍵我們會講一講 例如一星有綠綠沙彈 又是色違版 而五星是赤多納恩 而Mega彈 又是貧草雲 還有水戰龜 還有寶雪王 全部這三隻Mega彈的事情 都可以獲得去色違版 如果大家未看上一條影片 或者看過 我們先更正 收藏家挑戰 有兩隻要更正的 就是暗影小怪 我剛才講的小怪 或者炒油坡 這兩隻原來是要暗影 才能降到關 如果大家不在暗影小怪 或者炒油坡 是不能降到關 詳細可以看我的影片 或者是今天頁面 按看 就可以完成到最後 就獲得獎勵 現在已經到了第六季 高度戰聯盟 下半場 如果大家還未開始玩 就快點去玩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只要去到R20 R20 你就一定會遇到 輕飄飄的新小怪 暫時遇到藍色的輕飄飄 黃色的輕飄飄 暫時未可以獲得 不是黃色的輕飄 是粉紅色的輕飄飄 暫時未可以獲得 可能到時候開放了 但詳細也不知道 這隻是水和幽靈的小怪 我今早已經成功開了圖 它在PVP應該沒有突出的表現 最主要是開圖為主 有進化的 進化叫做半叮 半叮 這隻是合中地區 我今早已經開了圖 去到R20 可以贏到三場 你一定可以捕捉到輕飄飄 所以是 拍拼百可遇到的 關於陣營六季下半叮 時間表 我明天會說一說 而 一些關刀杯 獎勵 還有 超謝根果 明天都會說 留意天天的影片 我們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裏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我們會留言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